我們看著南台灣的選情 現在這個時候 可是越來越激烈了 你可以看到 這個前高雄市長陳菊 他可是直接南下坐鎮 15天的時間 但沒想到怎麼南下坐鎮 卻打不過那個禿頭 昨天那個禿頭 他可是上了網路直播的節目 這直播的流量 你聽到 你會嚇到 是 李剛知蔡飯隊館長 張學友對黎明的 這一場網路直播 其實一開始就引起網友轟動 結果果然盛況空前 你知道嗎 他們在直播平台上 現在已經超過700萬人次的點閱 光這樣子一個小時直播 超過700萬人次 非常非常多 就算是單以韓國瑜 自己本身的臉書來講 點閱影片的人也已經超過100萬 你知道非常誇張的一個數字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說 現在整個網路的人氣 韓國瑜大概是全國最強 甚至已經超過柯文哲 我們來看他們到底說了什麼 沒有做過真正的黑道 我笑一笑 你有去跑過債還是 XXX 或建設公司去 快快 弄人家之類的 沒關係 放160 也沒有賣過兄弟查 我就說 加入任何幫派 韓某某今年60歲 加入任何幫派 黑道幫派 立刻退出高主市長選舉 只要 只要查得出來 查得出來 不用再講 但是各種朋友都有 我們喜歡交朋友 喜歡喝酒 喜歡聊天 天生的個性 還有誰不能選的 我們當民意代 各種朋友都有 心都一把尺 對不對 放心 各位好朋友 不用怕 我不光是黑道 我這邊有色情不好 討論愛情的天啊 現在 蔡糖 很多沒黑啦 現在就是350人都在罵 為什麼你們不好好把老闆 安居樂業住 所以我也是 因為我曾經離開政壇 我才能反省 我離開政壇 十七 十七當 所以我靜下來以後 自己再回想這個過去 再觀察這些政策 所以我才會講 人在宮門好休息 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政治這個行業人 你要知道 時代變了 像過去那樣的混飯吃 也不行 老闆心不要 你自己要 歷經圖治 其實這次韓國瑜在直播以頭 正面回答了非常多的問題 他都沒有做任何閃躲 他甚至還提出很多新的構想 比如說年輕人以前 我們不是有青年創業貸款嗎 他說這次我不是貸款給你 我可能政府直接提供資金給你 如果你賺了我分紅 賠了就算了 沒有關係 這是他的一個想法 另外甚至 因為要解決這種北漂的問題 讓年輕人跟老人配對 由政府來配對 然後大家一起來注重社會住宅 當然這些構想都很新 可是問題是還是有人看扁他 比如說姚立民 姚立民就說 你那些支持你的人 都是退休軍公教 年輕人都沒在支持你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看Google 20 這個網路聲量顯示 你看過去從7月一直到現在 10月5號 你看憨國瑜從一開始 7月10號的時候 兩個差不多對不對 兩個差不多是糾纏在一起的 然後他一路上揚 看到沒有 尤其到最近是一路往上飆 可是陳其邁好像就只有這樣 現在就一路非常平就在那邊 沒有什麼太大變動 一直在那邊平在這裡 你要告訴我說 這一些在網路上支持他的人 全部都是軍公教 不會吧 不可能 網路上都是年輕人 對 所以光是網路聲量 至少它好幾倍 我們再從現實面來看好了 你知道 陳其邁最近成立一個 農田水利後援會 現場來了將近2000人 因為陳菊 林聰賢 農委會主委全部都到了 高雄市的副市長也到了 結果現場看起來非常熱鬧 可是等到這個活動結束 這個陳其邁要請這些農櫃 27個總幹事去吃飯的時候 結果你知道到了只有5個人 什麼 只有5個人 對 27個只到了5個 那其他的人 其他22個到哪兒去了 不見了 所以你就知道 檯面上大家必須要給陳菊 必須要給林聰賢這些面子 可是等到私底下 真的要你來支持的時候 27個只到了5個 你就知道現實面 搞不好陳其邁得很危急 那實際上 韓國瑜現在把他 整個聲勢炒起來之後 很多網路藝勇軍也跳出來 有網路藝勇軍 你看之前不是有人 幫他做影片 宣傳影片 現在還有人幫他做Rap歌 我們來看這個Rap歌在講什麼 居額罰款 發布假新聞 虛問求道行政院到東廠 還有缺電英文 還有派出過這個負責的議題 但得表示謝意 比咱們義勇軍還厲害 老XX雙戰助選借力 鋪頭的不怕 假新聞 不要騙人啊 假新聞 鋪頭的不怕 假新聞 不要騙人啊 假新聞 你看他裡頭諷刺什麼 蔡英文政府最在意的假新聞 然後也把管閉營的女婿 不用外交特考 就可以直接去當外交官 這些全部都諷刺進去了 所以其實就是要 激起大家的共鳴 但是綠軍這邊打出什麼 大團結 也就是高雄是十個黨籍地委 全部掉出來當總幹事 然後當總幹事聚集在一起 來幫陳其邁撐腰 可是韓國瑜馬上有個神回應 你知道他怎麼回應嗎 你陳其邁到底什麼時候 政治斷奶 你斷奶了沒 我們來看他到底怎麼說的 白雪公主旁邊七個小矮人 陳其邁現在旁邊十個小矮人 問題是白雪公主在哪裡 希望陳其邁委員勇敢的站出來 自己一個人嘛 勇敢的表述出來 你不能一直 什麼時候政治斷奶啊 好像都不斷奶的 我希望陳其邁委員 趕快政治斷奶 這裡告訴高雄市市民嘛 你要做什麼 你不能躲在人家後面 這個選舉算什麼呢 高雄市民不是要選這些小矮人 高雄市市民要選白雪公主 下一任高雄市長是誰 誰能夠讓高雄市市民的生活更好 所以希望陳其邁委員趕快政治斷奶 但是我必須說 韓國瑜可能要失望 因為綠營現在的目標 就是要躲在別人後面 陳其邁就是不要出來 因為據說他們已經打出 最高戰略原則 就是讓你找不到對手 找不到對手 就是讓你沒有辦法回應 然後讓你一個巴掌拍不下 反正我就有一個綠色神盾 就靠過去這20年 他們在南部的這些所謂陳菊 這些人一個一個加持 我就是不理你 我看到最後這場戰路死誰手 可是我認為 真的這樣躲下去的話 我認為這場戰 恐怕會讓綠營大失所望 沒想到這個綠色神盾可厲害了 這個盾牌的前面站在他 可是那陳菊跟賴清德 但是如果這樣子下去 你會發現到 年輕人還會想投陳其邁嗎 還是乾脆投賴神算了 可是明明是選高雄市長 現在這時候 我們就來問一個北漂的年輕人 因為他到了台北來工作多年之後 他又回到了高雄 昭谷 你之前在台北工作過 你現在在高雄工作 你來講一講 你今天從高雄坐著高鐵 到了我們台北的攝影棚 這個心情跟感受 還有為什麼你回到家鄉去 其實我是從大學的時候 就在台北念書 然後我加上大學跟在台北工作的時間 我大概有八年的時間 都是在台北這邊 其實我剛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因為那時候是 大概接近09年 高雄市運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們在高雄的市民 都會有一種很光榮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市運辦得非常熱鬧 不過我在台北工作 這幾年之後其實 我會覺得 我在台北工作之後反而 有一段時間 我是覺得我回不去高雄了 為什麼 因為高雄的薪水真的太低了 而且因為我本身是做媒體工作的 我在台北做媒體 我回到高雄之後 我反而沒有媒體這樣的工作機會 因為媒體重鎮都是在北部 其實不只媒體 包括很多出版 還是什麼文創 企劃 設計類的 其實都是以台北為重鎮 我們這些念文組類的這些學生 其實我們一到台北來工作之後 我們反而發現 工作一段時間大概兩三年以後 我們發現我們回不去了 因為高雄的薪水太低了 我們可能回去之後 薪水可能被砍了五千 七千 甚至我們還要負擔自己的 額外的費用 譬如說學貸 然後一些貸款之類的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回到高雄 像以我自己的例子的話 我當時候回到高雄 是因為我的親人過世 我的奶奶過世 你也是因為家人的關係 所以回高雄 對 是因為家人的關係 要不然我覺得我可能到現在 還是在台北這邊工作 那時候我們回去的時候 其實我是跟我弟弟一起回去 因為我弟弟也是北漂主 我們那時候回去的時候 其實覺得 我們兩個都有一點 想要打掉重練 砍掉重練 就是說我們回到高雄 重新再找工作 重新再開始 就是過生活 但沒有想到我們回到高雄 我們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幾乎是找不到工作的 就是 要找工作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因為我自己有就業經驗 我自己的就業經驗 我那時候回去的時候 我大概有四年的就業經驗 但是我回去以後 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工作 甚至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我曾經投過三十幾間公司的履歷 但是從來都沒有下文 後來是因緣機會 我又找到了媒體的工作 不過我弟弟就沒有那麼順利 所以他後來又成為北漂這樣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然後再加上我回去高雄以後 是發現高雄的就業的情況 真的沒有很好 低薪的情況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因為像我自己就採訪過一個例子 是架工出口區的員工 他們是底薪是一萬九千多塊 那時候法定薪是兩萬兩千多 可是他們才一萬九千多 他們是靠著獎金 就是全傾的獎金去加上去 去立到那個名目 讓他們可以達到兩萬兩千多 不然其實很多人 都是一萬九千多 一萬八千多的 所以比那最低薪資幾乎 還要再低 還要再低 完全還要再低 現在情況應該也是這樣 對 所以在我工作大概 像我回到南部 大概工作了三 四年以後 我又面臨到一個瓶頸 是因為我現在已經33歲了 我覺得以我 我那時候拿的薪水 大概是三萬多塊 將近四萬 其實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完全不夠 因為我如果要結婚 我如果要成家立業的話 我這三萬多塊的薪水 我可能自己 養自己可以 但沒辦法養家 完全沒有辦法養家 就是譬如說我拿錢給爸媽 然後我自己的貸款 然後可能我自己生活 必須要開銷的 那些有錢 貸款之類的 我自己所能用的錢 就已經不多了 更何況是我還要去成家立業 可能養小孩 或是家庭的開銷之類的 完全沒有辦法 後來你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就是離開 上一份工作辭職之後 我現在是到市場去創業 就是自己去 你到高雄的市場創業 對 高雄的市場 然後其實不是高雄市場 南台灣市場我們都跑 台南嘉義 高雄屏東 我們都跑 你跑的範圍還真廣 對 因為沒辦法要討生活 現在這樣子跑下來的 心裡什麼 看到了一些什麼東西 我現在看到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手板 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 因為像我們在走進到 菜市場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幾乎沒有超過 超過200塊以上的東西 你看到超過200塊以上的東西 因為民眾買不下去 像我這個是 他這有個賣二手衣的 他是打出來的招牌是20元 然後這個賣20元的你看 如果拉近一點的話 你可以看到裡面是人山人海 就是這個是我早上 大概9點多的時候拍的 他其實裡面是人山人海 而且他更誇張的是 我凌晨4點多在那邊擺他的時候 因為他在我隔壁 那些客人為了要搶 就是在裡面 便宜的衣服 對 挖寶 要挖一些比較好的衣服 是4點多就在那邊等 老闆都還沒擺攤 他們已經在那邊幫老闆擺攤 甚至在裡面挖 挖寶 就找好一點的 依況好一點的衣服 就為了要搶 為了要用手上的錢 讓他用到極限 不要說就是可能花太多的錢 去買衣服之類的這樣 一件才20塊錢 一件才20塊錢 就一堆人去那邊搶 一堆人就在排隊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影片上面 就是我那時候拍的 你看這些婆婆們 他們都是凌晨大概4點多 就已經在那邊 就是等著要搶這些衣服 但是我覺得很心寒的是 你看那個20元的衣服 大家是搶成這樣 但是你走到杏絕江商圈 你走到瑞峰夜市商圈 你走到各個賣場 譬如說百貨公司 你看到那些賣衣服的名牌的 甚至是成衣 譬如說成衣品牌比較平價的 幾乎沒有什麼人去逛 沒有什麼人去買 因為為什麼大家連100塊的錢 都逃不出來 因為大家連100塊的錢 掏出來以後 你都要思考再三 你才願意把那個錢 你都要想說我是不是真的 要買這東西是不是真的很實用 我才願意去消費 可是對我們這種 零售業的第一線 因為我們在市場 我們算是零售業的第一線 我們的感受特別強烈 因為人家說薄利多銷 薄利多銷 我們可能一件 一個物品賺的沒有很多 大概幾十塊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多銷 就是我們可能一整天 工作十幾個小時 但是我們賺的薪水可能 一天可能只有幾百塊而已 這麼少 對 不誇張真的可能只有幾百塊 甚至連租金都賺不到 所以也就是說在南部的 高雄市的來說 大家都盡量省 省到一個極致就對了 而且越市區越省 就是越到市中心 其實那個感受越強烈 就是越到市中心 大家花錢 願意掏錢出來的比例越低 沒有想到在高雄的年輕人 要過日子還真的難過 你看連花個一百塊錢 你都要三思而行 可是在昨天的時候 韓國瑜跟館長的這一段直播 大家會注意到 韓國瑜講的一件事情 他說五種人該用編行 事實上這個短短一個小時的直播 你知道館長的直播平台 居然有700萬人湧進去看 包含到韓國瑜 他的粉絲專頁裡面去 我告訴你35萬人進去 還有1萬9千多的這個留言 討論度非常非常的高 但重點是 到底什麼東西 可以讓他討論成這個樣子 而且還這麼多人來看 我們來看看 我告訴你 其實他裡面什麼議題 通通都不限制 不管是國民黨 民黨都一樣 但是每天什麼選舉的時候 大家要把他病歪歪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很不想去 但是沒辦法 因為總統什麼國家需要我 講幹話 然後他又拋棄了這個市長 然後他上去當行政院長 或當什麼像我們城局市長 或當什麼發言人 然後當什麼〖〖 〖〖 然後把原地放在那邊 那你如何… 你如何去看待 你如何去保證你不會做這樣事情 motivations这样子好 我這一次選舉是一碗Lo Fyne 加上一瓶礦泉水 對 我們講得很清楚 一瓶礦泉水的拳站 對 在這種狀態之下 綠大於藍 而且已經在野二三十年了 能夠選贏高雄市場 想想看高雄市民 對我有多大的期待 真的 有多大的期待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貪污歪勾做了一半 這個六字大吉酸 我怎麼對得起選文權 對 我忘記講朱立倫 朱立倫是一樣好不好 我查一下話 一樣 你剛剛說實話 那個館長陳志漢的直播 有他自己的這個風格 你看韓國瑜在很多時候 點頭微笑 可是我告訴你 他該講的就講 從政治經濟聊到體育 什麼都你說 可是我們就講 有些政治人物 遇到有一些議題的時候 他幾乎就不敢表態 比如說同婚 跟廢死的這個議題 像韓國瑜他直接就被問到說 你對廢死的這件事情 是怎麼看 當然韓國瑜他就講 他就說很多在廢死 他們覺得說死刑不是很人道 但問題是要反廢死的 也有他的這個看法 我們先來看一下韓國瑜 他又是怎麼說的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看 這些惡劣分子 這些大壞蛋 他們做的事情 以我的想法 很多廢死聯盟 希望廢除死刑 認為不符合人權 尤其是法律專家 人權專家 另外一派 大量人民在怒吼 百分之九十幾說 為什麼不執行死刑 這兩派始終爭吵不休 已經幾十年了 臺灣也是一樣 對不對 如果真的要廢死刑 這個問題講出去影響 不得了 所以我現在選高雄市市長 實在不太想講這個話 但是有五種人 說實在我覺得是不能無聊的 我們先講我們自己的想法 第一個是滅蛋人 第二個是強姦婦女 第三個是全臺灣現在在世界上 惡民造動的詐騙集團 第四個是毒品 運輸販壞製造毒品 第五個是貪污 我覺得這五種人是不能無聊的 只是犯行的眾人心 這是我的 是非關 我的價值 那麼 最嚴重的就是前面兩種 虐待兒童 小孩子沒有懷手之力 對 他沒有懷手之力 那既然虐待兒童的成年人 這個下去 其實我想講 講出去又是宣傳大破 我的什麼 法官是這樣 我覺得用鞭刑都不違覆 對 真的 真的 你拿鞭子抽 這些犯罪都不違覆 再來強姦婦婦 你用鞭子抽都不違覆 這是我的 可是我不能把它形成政界 這是我內心世界 看 是非善惡黑白 這個社會 這怎麼能原諒呢 所以說你現在要問 在館長面前 我不敢說話 因為館長是很正開 很強悍的 你看你知道我很多朋友 看完他這個直播 就覺得對韓國瑜很佩服 因為有些人 政治人物被問到什麼死刑 或法律問題 都閃避 閃閃躲躲 什麼都不敢說 可是他就直接告訴你講說 他現在要選舉 他沒辦法講說 這個要做 他要競選政界 可是他講每個人心裡面 有一個是非道德的價值觀 五種人 他覺得是應該不能夠原諒了 他包含到什麼強姦婦女 毒品 詐欺這些東西 而且甚至提到了 邊刑的這件事 說實話 你能夠願意講出 自己內心的這個道德標準 很多人就講說 他真的講出 別人不敢講的這個話 當然有些法律 是不是能夠判到死刑 這個可以討論 可是我們就講說 他講到邊刑的這件事 不是其他國家 統統都沒有施行過 比如說馬來西亞 新加坡 還有溫萊這個地方 他們都有這個邊刑 其中以這個馬來西亞 我告訴你 邊刑分兩種你知道 他講說邊刑不就是 用鞭子抽屁股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是之前 這個大馬的刑警官 他們就示範邊刑 你現在看到這個邊刑 紅瓣 你覺得好像沒什麼吧 這個感覺沒有什麼用力 這個邊刑怎麼可能會有感覺 我告訴你 其實這個叫做伊斯蘭教邊刑 它只要是讓你感受到 這個懲戒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是在刑法上面 犯了這個邊刑罪 我告訴你這個可莉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打法 這個聲音 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你看猜這個行刑官 把腳尖翹起來 作為字典 這樣子打下去 你知道那個邊緯的速度 時速達到160公里左右 那個打下去可是會皮開漏戰 你再聽一下剛剛那個聲音 這個打在我們的屁股上面 那個問題殼就很大了 所以我們就講 政治人會有時候 被遇到這種問題 到處都閃鎖 韓國瑜最少敢講出心裡的話 難怪這麼多年輕人喜歡他 你看這個網路的流量這麼的大 這個700萬人在看 這代表著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名氣還真可用 可是重點是 人家敢講那真心話 但現在許多的綠色執政的人 你敢講出那真心話嗎 現在的這時候 台灣即將要選舉 但美國也就要進行那其中選舉 美國總統川普 坐著飛機風塵樸樸的 到了明尼蘇達州了 不過到了那個地方 最後他要離開 要上飛機之時 大家注意到川普的腳下 有個東西存在 那個東西反而變成 大家注目的焦點了 是立剛 這是川普去明尼蘇達州 他達成空軍一號 世界霸權 全世界最強國家美國總統 你看上飛機的時候 非常威武 你看媒體都 所有的媒體都在拍攝他 你看 然後還回眸 然後還揮手 你知道展現十足的霸氣 這動作真的讓大家覺得 實在太帥了對不對 美國總統有夠威吧 對 有夠威 但是問題是這麼威武 可是問題是有人看一看 覺得不太對勁 美國總統有個裝備 好像一般元首都沒有 什麼樣的裝備 你說的就是下面那部車 不是 不是 那個車 你看我們圈起來的地方 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腳上後面有個白白的 這是美國什麼 特殊的安全防護裝備嗎 其實我告訴大家 這是什麼好不好 這是一張衛生紙 鞋底為什麼要黏衛生紙 可能就是川普總統 在剛剛要上飛機之前 不知道在廁所裡頭 不小心踩到一張衛生紙 然後就一路黏黏黏黏 黏上去黏到這邊來 然後又剛好在進機艙的時候 剛好就掉到外面 我想川普應該不是故意的 因為這應該不是什麼 美國特殊幽默 但只是讓我們覺得 不管你再霸氣的總統 好像有了所以會有吐垂的時候 但是問題是 現在中美貿易戰 其實已經來到非常緊要的關頭 對 沒錯 到底中美是 到最後會達成和解 還是彼此繼續這樣 無休戶者的戰爭下去 川普真的很霸氣 他說我們會 如果大陸不妥協的話 我繼續要進度8.2兆的這樣子 懲罰性的關稅 這麼高的懲罰性關稅要出來了 這個聽起來就很可怕 這樣大陸會被低頭 川普也說 其實大陸到現在還沒準備好 因為我們已經雙方 有好幾次要會談 但他們都取消掉了 他也認為說 大陸現在並沒有妥協 而且他們已經開始報復 最明顯的一點很簡單 你看我們現在貿易 還沒有達成我們要的平衡 表示大陸已經在報復了 不然的話就應該要平衡 所以他意思是說 繼續要這樣戰爭下去 但是問題是講得很輕鬆 他其實已經開始陷入大麻煩 你知道大陸過去 美國的石油器 大陸是第二大進口國 他每年要進口全世界 360萬噸的石油器 可是問題是 他今年1到8月 他進口已經 從美國進口直到100萬噸 少這麼多 對 然後到8月以後 我乾脆停了 一個都不要 8月以後 根本不進口美國的石油器了 你想想看 對美國的石油器廠商來講 這是多嚴重的一個損失 再來美國的煤炭 最近有個消息 10月9號的時候 Westmoland 這一個美國的 算是前幾大的煤炭公司 宣佈倒閉 因為他那個負債420億 為什麼會負債那麼多 因為美國現在境內 他沒有燃煤電廠 然後他的煤炭使用非常非常少 在這種情況下 他要怎麼樣去 這些煤炭要賣去哪裡 以前都是賣到 中國跟印度 可是中國現在不跟你買 因為我不要 他從7月開始 又調高煤炭的關稅 我也不要跟你美國的煤炭 美國現在有4間 過去3年也有4間這樣的公司倒 你以後要煤炭公司全垮 你知道煤炭公司 剛好就是川普最重要的票倉 中西部那邊票倉的來源 對川普來講 這就是中間到點穴式的攻擊之一 而且雙方距離這樣 再下去之後 現在恐怕不是單純貿易的問題 已經變成一種民族主義的 這種對抗問題了 因為彭斯之前在演講的時候 不是講話講得很衝嗎 對 沒錯 然後現在引起了 我跟你講 人民日報對彭斯的演講 幾位中國青年有話說 他們說什麼 彭斯在演講中 他治理行間充滿了 高高在上的傲慢與偏見 中國從來不虧欠你美國什麼 中國今天的國泰民安 並不是靠侵略與殖民 他就在諷刺美國了 美國人都靠侵略跟殖民的 靠的是我們人民的聰明 犧牲與勤奮 所以過去17年中 中國GDP成長的9倍 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些背後是 中國2.87億農民工 2000萬名氣候加數百萬家庭 為了改變自身命運 摸爬滾達 慢慢這樣打起來了 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難民 然後是靠自己一步一個腳印打拼出來 如果這樣情感有種錯誤 那所謂的正確道理又在哪裡 他意思就是說 我們做錯了什麼事情 都是你美國在做 跟我們中國大陸有什麼關係 再來 其實利潤都是你美國人在賺 他說有什麼很簡單 我中國要賣出幾億件襯衫 你才能夠抵你一家大客機 所以利潤都在那邊 中美獲得利潤 根本是5%跟84%的差別 你看差距這麼大 然後屬於中國的加工成本 這一台iPhone來講 一台iPhone賣649美元 中國佔的利潤不到1% 比如他賺不到6塊錢美金 你看當所有利潤 都被你美國人賺走的時候 你還在那邊一直講說 中國人在佔你 所以中國人正在整體被妖魔化 然後他認為手裡拿著錘子人 看什麼都像釘子 所以你真的要面對 你就是故意要整我 那我沒辦法 我中國只要起而奮戰 美國你真的要繼續這樣玩下去嗎 看著中美的貿易大戰 你可以注意 中國大陸可是有13億人口 我們倒是看到這貿易大戰到最後 誰是笑到最後的那一個 可是說到美國 現在這時候要跟中國大陸打貿易戰 但自己本身的內憂更嚴重 什麼內憂 佛羅里達州的外海 現在這颶風已經進來了 這下子佛州可慘了 沒有錯 這次的Hurricane Michael 他其實長得非常快 一開始注意他的時候 不過就是一個海上的熱愛性地氣壓 結果兩天之內 他已經從熱愛性地氣壓 變成一級 兩級 三級 而且他們現在還說 登陸可能發展成四級 這一次讓人擔心的是暴潮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他們那邊的氣象單位 有沒有看見 他這就是模擬給大家看 這邊是三英尺高的暴潮 有沒有看見 這個車子已經完全都遮掉 然後接下來的話 他在模擬 不斷的模擬上去 然後六英尺 九英尺 你想想看 所以這次麥克 會有九英尺的暴潮 他們就擔心這樣走 因為暴潮一旦來侵襲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發現 那個車子已經全部都已經淹沒了 因為一英尺是30公分 所以這已經是兩三公尺高 已經快要淹到二樓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場景 大家就很擔心 目前為止的話 當然現在車到 麥克的風速大概有200公里 而且其實會在海岸掀起 大概四公尺高的巨浪 光速很高就會四公尺 對 非常可怕的事情 當然這個麥克他們現在 其實慢慢的要 已經要上來登陸 可是大家會擔心什麼 因為之前也來過一個 非常厲害的颱風叫什麼 叫Maria 這個瑪莉亞颱風 我們剛剛不是說嗎 兩 三天的時間 麥克就我們就在心情 低氣壓 然後漲成四級颶風 對不對 美國NASA那邊竟然說 Maria多可怕 它在一天之內 從一級漲到五級 一天一級到五級 這強度非常快 沒有錯 而且它其實是重創 Polo Rico那邊國家 可以說是80年來最大 所以他們剛剛去用一些 這個立體3D的影像 來鑽到這個Maria颶風裡面去 看看說你到底是怎麼長大的 你這個雨是怎麼下的 風是怎麼吹的 所以剛剛給大家看到 那個3D的立體影像就是這樣 它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 它的降雨機率 還有其實整個颱風中心裡面 都一些溫度的變化 可是我們再說回來 這一次的話 其實大家知道嗎 這個不是只有Florida而已 其實是從Florida 旁邊的阿拉巴馬還有Georgia 都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況 而且其實Florida州長 他叫Rick Scott 他還跟大家說 這是非常可怕的天災 大家要配合政府來撤離 如果不撤的話 會要你的命 你記不記得去年的艾瑪湯風 沒有錯 為什麼會講說這麼兇 不配合會要你的命 對 立剛你剛剛點到的重點 因為其實去年的Hurrican Irma 的那個陰影 大家余計還猶嘴 你看那個畫面 有沒有發現 你不要以為這是在搭船 這是從家裡或房舍的窗戶 看出去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大家其實都會非常的擔心 而且其實目前的話 佛船大家很擔心 會擔心什麼 擔心這個畫面 跟這個事件會重演 你說今年會再出現一次 他們就是擔心這樣子 所以現在已經撤離了 大概500萬人 有人還認為說 這可能是史上最大的撤離活動 這個爆炒的話 其實非常可怕 為什麼 因為其實水一直淹 一直淹 而且其實它不是只有水來而已 它不是只有水 它是水來 風也會來 所以其實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們就會看到這種 復活式的災難 而且大家知道這個爆炒 甚至有時候會比這個颶風 還要再更早來 然後爆炒它其實一直上來 會深入到這個內陸 可能會幾十公里的地方 而且非常可怕 而且爆炒一來之後 這個道路 防射全部摧毀 然後連人在裡面 這個生命可能都會損失 而且除了爆炒之外的話 其實他們的颶風 還會帶來強風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艾瑪 艾瑪的時速是300公里 非常可怕的強風 來 我們帶幾個畫面給大家看 你想想看 這個風的話其實在這樣吹 沒有 你不要說人站不穩 其實連很多的房子 車子 建築物 其實也沒有辦法 這個人的話老兄多英勇 立正你知道他在幹嘛 他做什麼 你不要以為他在抗議 他是拿一個東西要測風速 結果 老兄 要測風速 你在風裡面站都站不穩了 你不要測風速趕快回來 不要在那邊測了 太危險了 但是的話我們剛剛講 這個畢竟是人 血肉之軀對不對 我如果說是金屬的東西 會不會比較不怕風 來 我們畫面上看到的是 艾瑪我也有沒有看見 整個觸掛 整個防射 你不管是水泥 你不管是鐵皮 你不管是什麼東西 那個風一來還不是一樣 全部都吹散 全部都掀掉了 大家看有沒有看見 那一瞬間不要看到突然冒煙 是因為他的鐵皮的屋頂 整個被掀掉了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 我們再講回來這次的Michael 當然他接下來的話 會有什麼災損我們還不知道 希望不要太嚴重 可是立剛你知道嗎 對民生已經開始有傷害了 什麼樣的影響 油價上漲 油價已經飆上了 因為其實在他們的 灣區這個地方 已經傾斬了20%的原油 而且其實有13座的專油平台 那個連員工也都已經撤離掉 因為怕專油平台這個受損 沒有錯 所以其實 這種在天災面前 我們人的力量顯得非常渺小 所以其實不要再傷害環境了 不然的話 他會回來把我們都吃掉 看著美國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大西洋進來的颶風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嚴重的災情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地表地上 最冷的地方在哪裡 那已經就在南極跟北極了 現在這個時候南極 即將要脫離冬天 不過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零下89度 是什麼樣的感覺 立剛 那種感覺是冷到 會出現異度空間 你看在我們現在這個空間 立剛 我打個蛋 兩秒的時間留下來 異態狀了對不對 異狀 你看 立剛 我告訴你 你看一下什麼叫異度空間 這個蛋 蛋殼 蛋白 蛋黃 你看一下 全部都漂浮在空中 你這是藝術創作 好恐怖 漂浮 這什麼 駭客任務嗎 我告訴你 這就是真真實實在 南極有科學家 就像你所說的 你知道在最冷的時候 甚至可以到89.2的零下度數 他就直接打顆蛋 蛋殼漂浮 蛋白 蛋黃 直接瞬間凝固 速度會這麼的快 我們兩秒是這樣 他兩秒是這樣 我告訴你 立剛 你還不止 我再來給大家看看 更可怕的 這什麼 立剛 這個應該是變魔術 為什麼 因為這是土式麵包 可是這邊可以看到 這果醬 你看已經都開始抽絲了 可是我覺得恐怖的是 這一根湯匙 湯匙怎麼會在上面 立剛 我消調一下 像不像特異功能 我告訴你 這也沒什麼特異功能 這位直接在Twitter上面 登這個照片的科學家講 我先在室內 然後用湯匙搖果醬 放在土式麵包 準備要淋下去的時候 瞬間衝到了南極的戶外 崩一下 這張照片就出現了 所以就是說 淋下到89度 就會造成果醬瞬間的凍結了 是 我告訴你 那你剛剛吃個麵條 有什麼 拿叉子搗一搗麵就可以吃了 是不是 但你看一樣 叉子跟麵條 今生今世永不分離 你剛剛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我們是用舌頭吃麵條 舌頭伸出去 我告訴你 你的舌頭 大概永遠就跟這個麵條 要住在一塊兒 好 很恐怖 極凍的世界 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一樣 土式麵包 它又塗了花生醬 而且它下面感覺 它還要用碗裝著 為什麼 因為那個花生醬 好像那個我們講的 金針菇還是什麼的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形狀 因為極凍 還有下面這張照片也很聰動 可是花生醬是很黏稠的東西 也馬上凍結 你剛剛講得對 幾乎沒有水分 這更恐怖 因為這個取烤 你知道它不是我們講的 起司就是奶油 可是為什麼取烤上面 你看 這是一個鐵盤 可是這個鐵盤 你沒有發現它很重 它都沒有把它壓斷 你就知道這個所謂的 機動有多可怕 這個起司 它可以去黏住這個鐵盤 它可以支撐住 這個鐵盤的重量 是 你剛剛 可是這畢竟就是吃東西而已 吃東西它如果變得又堅又硬 頂口口還好吧 如果是霍倫遇到了海濱 他如何要能夠與伏冰爭入 芬蘭出現了一個這幾天 驚險的新聞畫面 你知道嗎 劇情霍倫 他現在進入了海濱 他現在不斷的往前 他要去送物資 可是你看左邊 左邊 分道表看一下 有兩個小小穿著黃色衣服的人 他們兩個人在幹什麼 拿著梯子 匍匐前進 在幹嘛 他們叫領航員 我不登上你貨輪 我怎麼幫你領航 但他要怎麼登 可是領航員 這樣子能上得去 你剛剛 貨輪還在行徑當中 左邊20公分後的冰層 結果直接領航員 拿著攜帶身的梯子 崩一下 他漸漸靠近貨輪了 但是在靠近貨輪當中 我們正在思考 要怎麼上去的時候 貨輪上面有人 拋下來一個神梯 崩一下 兩秒 一瞬間一個move 他上去了 可是如果你沒猜 我那麼一掉下去 你可能就真的要死在那冰裡面 你剛剛講的 對 看樣子兩秒 那個完美的驚險遺藥 看起來超完美 但有沒有想過 如果他那遺藥 掉到了船和浮冰之間的話 他要嘛立刻就像剛剛那個 蛋殼蛋黃蛋白 變成人冰棒 不然他就是被船和冰層之間 的縫隙活活假使 沒辦法 極凍的冰層頂口口 可是立剛 地球暖化 不是讓冰龍線下不斷的發生 前陣子不是還 大家都聽過 北極圈可以長出草原嗎 對 沒錯 但是這兩天 有一個國家的人會說 什麼長草原 我們這邊連草都看不到了 送不進來 加拿大 加拿大在他們的北極圈領地 有三個社區 他們要有一個貨運的補給 是不是 好 貨運補給之後 大家看一下 在這三個社區 立剛 來 普拉圖克 還有這個 古魯克特克跟劍橋灣 他們的貨船要到這邊 結果發現出了問題了 為什麼 進不來 可是我看這邊 明明有一條水道 它可以沿著這水道 不就可以進到這三個點嗎 因為這邊的水道的海濱 全部我剛講了 你與浮冰真路 他們以前要送到這三個社區 他們可以在夏天浮冰最少 海水最深的時候進來 可是現在你看看 我們看到這些資料的畫面 你會發現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才十月不到中旬 你現在看 路易斯聖羅倫 是加拿大的最大的破冰牆 在北大西洋執行任務 他都進不去 他們說那個海濱 現在你講的才十月 就已經硬到 升到 大到 他怎麼也進不去 連這破冰船都沒辦法開路了 你不要以為他進不去 是個小問題 但是等一下 什麼等物資馬上貴兩倍 一個建商說 我現在木材進不來 所以我要蓋宿舍蓋不了 只能掏腰包讓員工住 然後房子銷不出去 買房子的人怎麼辦 一樣幫他解決租屋的問題 還有麵包造成了搶購 汽車明年才能拿到 還得等三四個月 打獵的裝備 狩獵的迅路 捕魚的裝備 全部都落空了 沒想到這麼一個冰封的海灣 就造成這個動作 不是 這一切是什麼 這一切就是冰塊好印 冰塊結凍 極凍的瞬間 船都進不去了 所以再回到我們剛剛所看的 這幾個 你不覺得你還能用 輕鬆的心情去面對它 可是你曉得地球暖化 造成是一個地球極端氣候 以後你到南極 真的無法尿斷了 因為那個尿一尿出來 你還得真把冰棒給敲掉 那個傳說是真的 沒想到這南北半球 國際之間的變化速度 居然這麼的快 10月份的加拿大 居然已經在這北冰洋部分 變成了一個冰封的世界了 但是我們說到 人類要生存下去 那當然一定要捕魚了 但捕魚容易捕嗎 不容易 因為有些魚真的很聰明 可是有些魚 它的想法可能有點笨 在亞馬遜河有很多地方 可能人機罕製 我們其實不大瞭解 裡面有什麼生物 不過有時候話說回來 不瞭解還好 你知道嗎 因為有魚可以大到6公尺 大到6公尺 嚇死人了 你看這張照片是什麼回事 當然這一隻還算小海的 這隻還是小的 你看四個人核爆 每個人看起來很吃力 非常重 這個有人說是活化石 它已經在地球上 存在很久很久了 然後它其實叫做巨骨蛇魚類 叫做象魚 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你有沒有看到那麼巨大 人身抓住還不容易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這個澄清湖 它下面的那個水族館有氧 我看起來覺得非常可怕 好大隻 你想想看 你在水裡面如果遇到它 它游泳一轉彎 沒力給你滲下去 人可能都被它吃掉 結果立剛才你知道嗎 他們可以把它抓來吃 它被人抓來吃 你怎麼把它抓來吃 立剛才你知不知道 結果聽他們說 把它抓來吃不會太難 什麼 抓它不難 難道是因為他們伸長體狀嗎 你看那個嘴巴 那個上下那麼的恐怖 而且他們嘴巴一張 它有個吸力把東西吸進來 立剛才我跟你講 假設我是土著好了 我帶你去抓魚 然後你這樣就帶我去抓魚 對 你不拿個釣竿或拿個魚網 帶那個東西幹什麼 不用 那種魚我看要用很強的釣竿 才釣得住 我帶你去 然後就去釣魚 對不對 你就在這邊 然後你就這樣看一看 你自己的身體要伸出船外 然後你看看下面 不時撥一撥水 立剛才你知道為什麼 撥水 為什麼要撥水 他會好奇 他覺得看到有影子 看到有聲音 你說你在撥水那個魚會好奇 然後你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象魚就浮上來 浮上來說我要抓給你看對不對 立剛才我開始要抓了 對 然後我的家夥 抓魚的家夥 我也不是沒帶 我有帶 我從後面就掏出來 夯兩磅就好了 怎麼可能 真的嗎 來 我試給你看 你看 我在這裡 不可能 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 就這樣 奇怪 你怎麼長那麼大 結果長那麼大 可能他心裡不知道 有人類這種壞東西 所以其實他看到影子 他聽到聲音 他就會探出頭來 人類就這樣 有些人把他撥下去 他就昏倒了 真的拿棒子就可以打到他 就把他帶走了 大家就會想說 那這樣他應該瀕臨絕腫 對 他確實瀕臨絕腫 所以他其實現在還滿可憐的 很大隻 可是我們要特別去保護他 但是有時候在那一邊 不見得東西都好幾公尺 來 現在小到這麼小 兩公分 兩公分 一天掉以 畫面上看到 兩公分這有什麼好講的 不是 問題是有人去那邊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對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很奇怪 立剛 我們連這個是人造物 還是天然的生物都搞不清楚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圖騰 你看 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發現 所以發現這個的人 他就其實到處去問 就問什麼 他就問一些考古學家 這有沒有可能是 當地原住民一些特殊的圖騰 這是不是一個特殊的文物 考古學家應該有發現過 對 應該知道 這是什麼神秘的古文明 要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結果後來不知道 古文明人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考古學家也不知道 他跟任何的文明 似乎都沒有關係 後來仔細看 發現有時候在樹幹上 甚至在帳篷上面 然後在一些岩石上 好像都有這個東西 它又很小 就大概我們差不多 大概十塊錢硬幣 五塊錢硬幣 大概就那個大小而已 這樣看起來很怪 不過從我的角度來看 它中間那一根 感覺還滿像瓷尾的花柱跟柱頭 那種脂肪那種膨大的感覺 可是你又再仔細看 它旁邊有一些絲線 又好像是昆蟲吐絲 還是怎麼樣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其實沒想到 在這裡面的話 就這個小小的一個圈 小小的一個圓而已 一個兩公分的小小的圓 我們都沒辦法解密 所以你就說它裡面的這個祕密 到底有多少 所以其實亞馬遜的東西還真怪 而且白色的 還不是只有這個小的 接下來還有一個大多的東西 立剛你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對 也是白的 因為其實在自然的狀況之下 白色並不是一個 很常出現的東西 因為它非常容易被發現 可是它實體很奇怪 這個的話你就會發現 它這個還有爪子 很利 然後接下來有個尖尖的會 而且立剛你有沒有看見 它這有好幾個洞 這到底是眼睛鼻子 還是什麼東西 非常可怕的很多洞在上面 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到底是什麼 結果立剛才你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應該是怪東西 搞不好我們都認得 怎麼可能 搞不好有一些觀眾朋友 還曾經養過 你看這個形態還是很奇怪 有沒有發現 結果它到底是什麼 原來沒想到竟然是 鸚鵡 長大的鸚鵡了 這是五毛鸚鵡 怎麼會這樣子 有五毛鸚鵡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小隻 沒有 人類有想辦法去培養改變以後 有五毛雞 可是應該沒有五毛鸚這種東西 所以其實大家看起來 是覺得非常怪 當然你不知道 它是小時候沒長好 所以其實才變成這樣 但是有人就會跟你說 立剛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在野外看到 我都不知道是五毛鸡 五毛鸚鵡還是鬼怪 歡迎大家有沒有看 你說那個人在跳的東西 對 沒有錯 沒想到不是只有在亞馬遜 才有這種怪的東西 有人就看到這邊就很害怕 特別是我們可能沒感覺 可是泰國人 有人看起來覺得非常害怕 用跳的 沒有錯 他們擔心是他們一種 很特殊的鬼怪 叫做飛空虎 這個東西的話 有一點像吸血鬼 也有一點像殭屍 是泰國很特殊的鬼怪 然後就這樣直接發現 當然我們不知道 它是什麼東西 可是可能不是只有 亞馬遜而已 其實在泰國那個地方 神秘的傳說跟特殊的生物 搞不好會結合在一起 怪異的東西常常出現在 我們不經意之間 可是有些東西 在夜晚出現的時候 讓人感到更為恐怖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那20世紀初的時候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 一個科技產品 我們來看個照片 那是1943年的照片 那照片裡面 好像透露一些 21世紀的玄機 不對 1943是二戰期間 立剛 英國一個藝術家 他公佈了一張照片 他說下個標題 暫時工人都跑到海灘 去躲起來了 可是不對 立剛 我為何特別 洪框圈住這個男的 因為他和其他的人格格不入 其他的人在曬日光浴 都穿著當年時空背景的服裝 就他雖然穿著這個咖啡色西裝 看起來跟那年代是一樣 但他能做到重動 這個動作明明就是低頭在滑手機 你有沒有覺得像那低頭 竹生在看著手機 作者後來也講話 他說我覺得他應該是在捲煙草 那你怎麼看 你覺得中間這個人 剛好又站在這個居中的位置 他有沒有可能 真的是回到了過去 但立剛 這張泡片 看了會發毛 為什麼 你說講手機有什麼好發毛的 他們只是照片救了一點 穿得比較復古一點 他現在走在路上不是常常 有人拿著手機在講話 立剛 發毛在這兒 有沒有起雞皮疙瘩 1938年 1938年 你要怎麼樣 民國27年的時候 你要搞復古派對 你要穿得比較這個 我們講的好像比較懷舊 但是講手機在1938年 不會出現嗎 1962年 1962年那就是民國51年 那也不可能會有手機對不對 但是這張照片的公信力 就很強了 因為這是世界盃足球賽 當時智利決賽之後 巴西的王牌 看到沒 這可是人家足球大咖 佳麟查 他當時舉以世界盃的冠軍 但不對 立剛 我看一下下面這個人 這感覺不曉得是粉絲 還是採訪的記者 竟然拿出了手機在拍照 但立剛 照片可能也許人家會覺得 修圖的機率高 影片是動作的 1937年的影片 一群富人當時他們從公共建築的階梯走下來 中間箭頭紙的那個 我們剛剛定格給大家看 就他沒有圍頭巾 他一直在講電話 他一直在手 右手拿著手機 然後做講電話的動作 可是不對 1937年那個年代 哪有手機這東西 為什麼會拍出這樣的影像 而且這是一個動態連續的影像 我要先講 這個人總不可能在那個年代 他就先想到說怎麼樣能夠滑中取手 一月未來會有手機 而做這種動作吧 立剛 你信不信會有瞬間移動 就好像S戰警裡頭的快營 不可能 當賣這座新聞直播畫面 難道還有假嗎 來 立剛 我知道大家可能一開始 都現在看到右邊受訪者 但你其實要看左邊 有一個女的 用洪框我們圈住的 然後有一個朋友 他當時推著推車走了之後 你左邊洪框圈住的女的婦人 是不是瞬間不見 對 那個女生大家走過去之後 為什麼後面那婦人就這樣消失了 有沒有再看一次 他們兩個本來在聊天 好 前面的那個女性朋友 她推著推車 好 意思大概就是說 那我先走了 那你先走之後 我告訴你 你的朋友比你還快消失 所以你們看他們 這個外國的新聞影片上面 還直接下了 你有看到他嗎 你有沒有覺得他很像外星人 好受訪者 已經讓你看到了毛骨悚然了對不對 如果你要是突然憑空 撞到這種東西 才嚇人香港一個休旅車 休旅車當時開一開 立剛 這個影片 你如果告訴我這段影片是做假的 人家香港全媒體都在報 這個真的是平公出現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右邊 好像有個軌跡出現 可是人從哪裡來 有人說從橋上掉下來 不可能會摔死 從右邊瞬間移動過來 那他就是外星人 可是你注意到 那個車子這樣子過去的時候 他人出現以後 他還站起來 對 好 當然後來新聞媒體記者 就覺得很恐怖就去追蹤說 可能會不會是要上廁所的路人 不管怎麼樣 你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穿越時空 還真有可能存在 我們常說 我們生活的空間 是一個三度的空間 但是這段第四度的空間 就會在那畫面當中出現嗎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看著南台灣的高雄 在8月份的時候 低氣壓的通過 結果幾千個坑洞 就這樣子出現了 但是照理說 已經都過了兩個月 應該沒事了吧 沒想到在昨天晚上 又一個天坑出現了 高雄人能不能夠免於恐懼的自由 沒想到這高雄人 每天都要生活在恐懼當中 不過有些高雄人真的要憤怒了 昨天晚上 就光那個網路上面的直播 你可以看到那總流量 高達了700萬 這代表什麼含義 這代表可能真的到了11月24號 很多事情要翻轉囉 是 立剛 你說五千多的天坑 已經讓高雄人告頭大 現在這個天坑好像會爆炸 是更恐怖 天坑會炸 是 因為昨天晚上6點50分左右的時候 在高南公路往民族路的方向 你知道走到一半突然之間 砰一聲 很大一聲 結果炸開一個 兩平方公尺大的一個坑 你看旁邊的車子也都遭殃 我跟你講 不只旁邊公尺 旁邊的車 五台車全部都被炸到 而且有一台車距離它 20公尺遠都被柏油直接K中 這非常誇張的一個場面 幸好當時的時候 沒有人騎車剛好經過這邊 如果騎車或是行人經過 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非常可怕 到底是什麼狀況 怎麼會連開車都會出現這樣 所以真的讓大家覺得很憂心 高雄現在到底還能不能助人 所以很多網友就開始酸 你看 這就是民進黨的幸福城市 一定都是國民黨遺毒 怒頭陳其邁 當然真的講反話 綠色執政品質堪率 宜蘭的翻版嗎 陳菊的政績就在這裡 不用說又是吳敦義的錯了 你看高雄什麼事情都怪吳敦義 高雄是吳為拉負責的 所以現在很多高雄人已經無奈到 我只能用酸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只能講反話了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要關在陳其邁身上 陳其邁現在也不過是個立委而已 對 高雄市他不是高雄市市長 為什麼要關在他頭上 其實我必須講 因為第一個 高雄氣爆什麼時候 2014年對不對 2014年氣爆 結果你知道到今年 高雄市那麼來說 我們要建3D管線 所以我們今年準備要播3000萬 現在都已經快要年底了 可是不對 這已經是四年前這樣子 氣爆的事件 你隔了四年之後 你才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才播3000萬 高雄市多少管線需要去做 3000萬怎麼可能夠用 所以你考了半天 又是選舉考量嗎 你陳其邁又支撐 你是陳其邁接班人 不是你負責 誰來負責 其實這些天根氣爆問題 昨天在網路直播上面 韓國瑜都有正面回答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說 台灣人 台灣開車要買越野車 要買Rally 就是每天就在Rally賽 包含這一次水戰過後 聽說高雄有5000個洞 這個是大家那裡談到問題 都沒掏空嘛 健身不知道以前不知道怎麼建的嘛 包含高雄氣爆 就是整個在土相內的施工 都是一個衛報單這個東西 館長 聰明的政府找方法 對 為什麼30年前 宜蘭縣縣縣長陳定蘭縣縣 當縣長的時候 路這麼平 因為縣長親自驗收 拿著槌子 地面開始敲 為什麼陳定蘭縣縣縣 路沒有人感到亂打 因為縣長查了很嚴 對不對 這是一個精神 當縣政府查了很幾個嚴的時候 商人還是要賺錢 哪有商人不賺錢 大家會收電 來港人就漲漲 漲漲褲 我這條路一百萬 本來還撈六十萬 我做四十萬工程 結果現在縣政府 市政府 盯了很幾 我賺二十萬 我八十萬也是 我還是要賺 但我賺得少 這也是非常重要 講這個例子就是說 真的解決得沒辦法 市政府嚴格要求 嚴格驗收 但是一定要讓商人賺錢 但是另外一個獎賺 到最後真正投票後面回來頭 恐怕是另外一件事 我分析給大家聽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你要知道 回來投一個票成本可非常大 假設你是坐高鐵的話 不好意思 台北到左營 單燙一千四百九 來回就二千九百八 現在年輕人 吃飯都沒錢了 二千九百八對他來講 是比大數目 你確定他會回來嗎 如果說你自己開車好了 我們假設來回九十公分 你光油錢二千八百三十四 然後ETC ETC你再打九則變得六百一十四 加起來三千四百四十九更貴 比你開車 比你坐高鐵還要貴 所以對年輕人來講 如果你真的要回來投票 最划算的選擇是什麼 做客運 而且做大夜班的那一種 你來回大概是一千零六十塊錢 一千零六十塊錢 你還要坐夜班的車 不好意思 你大概要吐十個小時以上 來回的話 所以不是花很大的成本 就是要花很多的時間 對這些年輕人來講 你要知道年輕人是最怕麻煩的 所以到最後這些票 會不會真的變成選票 來支持韓國瑜 其實我認為可能就是這一次 陳其邁跟韓國瑜之間勝負的關鍵 實際上他已經指出了 天坑這些工程品質 你中間到底有沒有偷工減料 有沒有人謀不張的問題 但是他認為其他的 包括空污 包括燃煤 這些煤 你可能也是有問題的東西 我們聽聽看他怎麼說的 好 工業污染怎麼攻 污染在高雄市新的市場 第一件事情要抓就煤炭 我懷疑煤炭被吊貓 我懷疑高雄台中 很多火力發電廠燒的煤炭被動手腳 我懷疑劣死的煤炭 但是他報價的是全世界最高的 結果他燒燒最慘 XXX懷疑 因為不可能空氣污染 那誰呢 看得出來 我再說一遍聰明的政府找方法 我找台電退休的老師傅 當我高雄市部位 你專門幫我去查全高雄市的火力發電廠 燒了煤炭的灰 有沒有用鏈整個 先抓住煤炭 將來一定要燒好煤 好煤跟二子煤 出來的空氣污染就是天差地 先抓煤炭 這是我當家的高雄市長會做的事情 是 蒂哥 也許韓國瑜這次能夠在網路上 獲得這麼多的支持 這麼多的聲量 可能就是因為他的真 但是問題是這些網路聲量 這些北漂今年的悲憤 真的能夠化成選票嗎 可能未必 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北漂的青年 真的到了選舉當天 會回去投票嗎 這到了當天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這結果是如何了 可是我們說到這韓國瑜講話 有時候他還講的一些滿真的話 怎麼說 他對於有五種人 他覺得那五種人就應該要用編刑 沒有錯 很多議題是一些政治人物 他們不敢談的 但是韓國瑜都坦然的回答 而且說出他內心的想法 這一次館長也問了 他有關於死刑純罪的問題 韓國瑜就很坦白的講了 他說有五種人不能夠原諒的 哪五種人呢 虐待兒童 性侵婦女 詐騙集團 毒品 貪污 我們來看他是怎麼說的 就是過度保障罪犯 過度給罪犯太多的空間 那是不是以後每個人做事 都說無精神病就可以了 我相信韓國瑜稍微 官長你現在問我這個問題 我講出去 我會被攻擊 又是一變化了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看 這些惡劣分子 這些大壞蛋 他們做的事情 以我的想法 很多費事聯盟 希望費事實行 認為不符合人權 尤其是法律專家 人權專家 另外一派 大量人民在怒吼 百分之九十幾說 為什麼不執行死刑 這兩派始終爭吵不休 已經幾十年了 海外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如果真的要費死刑 這個問題講出去有什麼 不得了 所以我現在要選高雄市市長 實在不太想講這個話 但是有五種人 說實在我覺得是不能一樣的 我們先講我們自己的想法 第一個是滅蛋兒童 第二個是強姦婦女 第三個是全台灣現在在世界上 惡民糟動的詐騙集團 第四九零 都給你 運輸販賣製造都給你 第五個不好是貪污 我覺得這五種人是不能原諒的 只是犯刑的重根新聞 這是我的是非關 我的價值關 那麼最嚴重的就是前面兩種 滅蛋兒童 小孩子沒有懷手之力 對他沒有懷手之力 那既然有滅蛋兒童的成年人 這個下去 只是我想講 講出去又是軒然大火 我的什麼法官是這樣 我覺得用鞭刑都不委覆 對他真理 真的 你拿鞭子抽 這些犯罪都不委覆 再來呈現復習 你用鞭子抽都不委覆 這是我的 可是我不能把它形成正解 這是我內心世界 看是非善惡黑白這個社會 這怎麼能原諒 所有看過這個影片的人 大家都會大呼 好啊 為什麼呢 孽兒性侵之人用鞭子抽都不為過 很少有政治人物 願意把他內心世界的想法 直接給說出來 表示他很坦白 我們為什麼這樣講呢 過去有關死刑存廢的問題 一直是綠營來說 他們回答的永遠是一個模糊地帶 來了 光是賴清德 行政院長賴清德 在問到死刑問題的時候 他說什麼 部長也沒有說死刑不執行 他指的是法務部長 是否終身接近社會要另外討論 來 不好意思 廢話 他講什麼我聽不懂 你聽得懂嗎 聽不懂 你覺得賴清德是支持死刑 還是廢除死刑 你看不懂 你在講什麼 你這種話跟沒有講是一樣的 陳菊不是說不執行 要用慎重的態度來執行死刑 也是廢話 因為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這一次還有一個議題是貪污 這個議題也很敏感 因為很多政治人物 給我們的答案都很模糊 但是韓國瑜怎麼說的 趕快來看 我們民眾因為說 錢那麼多錢就是因為 你們不斷地去酬庸貪污 去搞建設貪污 貪污貪污 所以民眾大家都認為是貪污 那你如何上市 你如何抓這些 還是你會誠苦於他們 上去你會查這個東西嗎 你會清查所有的這個東西 還是把這些B端全部都揭露 館長 現在已經離開包青千 包青千時代很遠 很遠了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一個當官的為什麼會貪 你要先從這裡下層 我要舉個例子 明朝抓貪官最厲害 抓到貪官就把人的皮撥下來 人皮可以中央打個洞 整個皮撥下來 把這個人皮撥下來之後 裡面裝草 地上的一個稻草 裝進去 掛在縣政府衙門的口 這叫貪官的下層 那人皮被剥掉以後 人就死定了 你全身洗 沒有皮膚 然後呢 還是有人貪 繼續貪 為什麼 我們一定要了解 貪污實在是太誘惑了 對不對 你先看 被剥的人皮都要有人貪 何況是現在刑法這麼輕 找好律師 幫我怎麼講一講 然後風氣的怎麼辦 所以當一個首長要面對這個問題 這是跟人性在挑戰 一個首長連這個都判斷不出來 你現在要一套很有效率的官員 很輕人的官員 你是在做夢 絕對不可能達成 那我們該怎麼做 我講過 回到剛才 你現在樹立總目標 首長一定要以身作者 你愛民 人家投你 絕對不要客氣 你愛利 人家討好你 絕對不能客氣 民跟利益都會誘惑 你要抵擋的組織會誘惑 第三個一定會出現的團隊 你的教育局長 你的消防局長 你的環保局長 你自己可以控制 但我下面我控制不住 所以這個做好之後 我們才能說 當太陽光照出來的時候 陰暗面會縮小 但是記住 他永遠不會死亡 說話坦白 不怕衝撞是韓國瑜的特色 這一股擋不住的寒流 在這個網路上 已經每一天都有新的影片 這個Daddy Chan 叫張澱雲的這個說唱歌手 最近還做了一個影片 Rap的影片講的就是假新聞 因為今天連小英都說 這個假新聞要重罰了對不對 可是年輕人怎麼看這個假新聞 原來年輕人心目中的假新聞 就是對民進黨不利的 都叫假新聞 還有包括管媽 管碧玲的女婿 不需要通過特考 就可以到我們駐泰代表處去工作 這個也是假新聞吧 這是年輕人對假新聞的看法 過去民進黨常常 可以不斷的強調 他們跟年輕人是站在一起的 為什麼這次選舉當中 寒流一突出之後 我們就發現 民進黨跟年輕人之間 好像漸行漸遠了 但說到年輕人 他們為什麼要北漂 北漂的最重要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收入沒辦法豐厚 而使得家要養下去 也養不下去 那怎麼辦 只好找到一個 比較高興的地方工作 高雄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說你到了北漂以後 來到了台北 你真的思念了家鄉 因為家裡面親人關係等等 你非得要回到那高雄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又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最重要一點 又是那收入的問題了 不過招股 你的朋友像你自己本身 是北漂以後又回到了高雄 然後你甚至在創業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反而是沒有人回到高雄的 就是所有北漂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回到高雄 一去都不復返了嗎 一去都不復返 因為他們遇到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做出版社的 他 我今天早上才跟他聊天 他就跟我講到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是他回到高雄之後 他的薪水收入是直接砍五千到七千 我今天跟他聊天說 你會不會想要回來 他說我想要回去 我非常想要回家 可是我回不去 因為我在高雄我找不到 不只是薪水被砍半 甚至他連工作機會都找不到 因為他自己是做出版社 但是在南部 有哪一些出版的工作 可以讓他做 因為全部集中都是在北部 他甚至跟我講說 在高雄他看不到未來 所以他寧願留在台北 他回去的人看不到未來 他覺得他看不到未來 可是他的爸媽還在高雄 他的爸媽還在高雄 對 所以就是 所以我自己身為 因為我自己有北漂過 我又回到高雄 我自己的感受是 特別特別的強烈 而且特別覺得很悲哀 就是就我們年輕人一代 我們會覺得很悲哀 因為像現在政府 不是像小英政府 不是一直有在用 提升基本心資為一個手段 希望可以刺激 我們年輕人的信心 但是對我們來看 我們覺得那個 真的是在打擊我們年輕人 因為像我自己 曾經做過飲料店 我自己在金美夜市 那邊的飲料店工作過 我那個時候 大概是90幾年 98 9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曾經問過我們的店長 我問說我們在金美夜市 我們如果要收支平衡 你要收支平衡的話 你一天要賣幾杯的飲料 你才能收支平衡 他給我的答案是1800杯 這麼多 我們在南部 怎麼可能賺到1800杯 就是怎麼可能消費到1800杯 以現在這個情況 你可能一天要消到5 600杯 都已經很困難了 所以你怎麼可能消到1800杯 這個情況 對於我自己看到的現象就是 好 今天提升基本心資了 但是如果我是老闆的話 我根本不可能多請人 因為我自己賺不到那一個薪水 我自己賺不到那一個收入 所以我就不會請人 再加上高雄現在的問題就是 像前幾天有一個新聞 是陳津湖有一個店面 他原本是租給麥當勞 結果後來房東要漲租金 所以麥當勞搬禮 那個房子就一直閒置在那邊 現在高雄問題也是 房東都不願意把租金降下來 他租金就hold在那邊 我們想要去做生意的人 我們沒有辦法去租店面 因為那個成本太高了 我們也不敢請員工 所以在高雄的年輕人 我們已經沒有 因為高雄就是製造業 就是以製造業為主 加工出口區那些比較 勞力密集的產業 再來大部分就是服務業了 我們連服務業的工作都找不到 因為店一間一間的關 我們連服務業都找不到 更何況是你要拿錢出來消費 因為你連工作都沒有 你怎麼可能拿錢出來消費 整個城市就是惡性循環這樣 所以也就是說在現在的高雄 連製造業都不緊急的時候 反而相對你們做服務業的日子 也就不好過了 非常不好過 因為這個是惡性循環 就是當一個產業 因為那個是連鎖性的 我覺得現在高雄市政府的問題是 就是執政黨的問題是 他們都把一個點拿出來說 我們這個點很好 可是他們沒有想過 經濟面是連鎖性的 就是這個產業不好 它會連帶影響到下一個產業 再影響到下一個產業 就是變成大家都不景氣 就是高雄的情況現在是這個 可是像你自己本身的話 是在這個市場裡面有擺攤 你自己擺攤 從早擺到晚的時候 你看著整個市場裡面 是什麼樣的感受 你擺攤這麼幾年下來 非常非常的心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酸 用心酸來形容 真的非常非常的心酸 因為我們菜市場不是沒有人 其實菜市場每天人來人往 那個流量其實非常的多 人潮不就是前潮嗎 但是就是因為 他們可能會進來逛 他們可能會進來逛 但是他們不願意買 他們就是看看看看看看 但他們不願意買 我們的單價其實 很少超過200塊錢的 我們大概都是 很少超過200塊錢 我們最高其實就是200塊錢 為什麼你要訂在200 因為200塊錢是一個 大家都能接受的數字 你說200居然是個 大家能接受的數字 我們有做過市場調查 只要超過200塊的東西 其實你很難賣出去 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有沒有想說再北漂了 現在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情況是 因為我留在南部 很大原因就是因為家裡 身為年輕人 我自己是抱持著最後一點希望 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大家年輕人都走了 這個城市要怎麼辦 就這個高雄市要怎麼辦 所以如果我們不在高雄就業的話 我們這個 就是高雄市就會變成 越來越惡化 我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態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連自己的生活 都有問題的時候 我當然還是要選擇到 別的地方工作 看著那高雄人 他們要回到高雄 還真世界不容易的事情 最重要一點 沒有工作機會 沒有收入 那你怎麼留在高雄 可是在現在這時候 你看著我們台灣人 食不安全的問題怎麼又出現了 這南台灣的畜牧業當中 雞蛋這個東西 大家都說 因為8月份的水災之後 蛋價不斷的漲 不斷的漲 可是蛋價漲 跟現在的這個蛋液出了問題 這中間會不會有些關聯性 怎麼又來了 隔一段時間 我們就有食安風暴 台灣人真是很可憐 你吃的蛋安全嗎 沒想到現在毒蛋 竟然串流全台 這是液晉晶裡面 有人爆料出來的影片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液體蛋 液體蛋的意思是 把這個蛋殼打開 然後把這個蛋黃跟蛋白分離 有一些液體蛋 可以賣到餐廳去 但你有沒有發現 第一 這個液晉晶的員工 在打這個蛋的時候 把一些破損的蛋殼 這個蛋黃打出來 你會發現 第一 沒有戴手套 他雙手就這樣直接作業 對不對 刺手空腳要再來 這個最噁心了 他直接把那個蛋黃撈起來 裝進瓶子裡 我的天 那就是我們在早餐店 飯店 或者是其他熱炒店 吃的蛋嗎 這也太不衛生了吧 拍這個影片 其實是內部員工的爆料 所以他們拍影片的時候 是把這個攝影機架在 這個工廠旁邊的 它還有旁白 你知道這個員工 跟員工之間怎麼對話嗎 怎麼對話 有一個女員工一邊在打這個蛋有沒有 然後一邊把那個蛋黃撈起來 塞進瓶子裡的時候 他就問那個在架設攝影機的 另外一個員工說 你幹嘛要把那個架在那上面 這個攝影機的說秘密 然後他就把那個蛋黃撈進去的時候 一邊撈一邊說 我們家很髒嗎 他還問這個員工說 你覺得我們家很髒嗎 結果裡面就對話 還有這樣的內容出現 結果這個架設攝影機的 這個員工說 髒 你們自己都覺得很髒了 那些蛋還給我們吃 可是到了最後那些蛋 是要吃進我們的肚子裡面的 沒有錯 那個我們剛剛講的叫做液體蛋 液體蛋的意思是 有一些其實它的內部是完整 但是破損的蛋 他們就把它打在這個瓶子裡面 送出去 一瓶大概84塊左右 其實還有一些 包括了這個蛋 可能有效期間已經過期了 可是它的外型看起來 就像現在 其實外型看起來還很完整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過期了 對不對 那個叫盤蛋 盤蛋的意思就是說 它把沒有過期的跟過期的 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我問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了半天 你就覺得那個蛋白白的 看起來也很漂亮 你怎麼知道它過期了 它看起來也不像過期了 對不對 但你可能吃下肚是有問題的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嘉義市政府的 這個衛生單元外 他們在7月多就開始查到了 在哪裡查到 在一個超商 查到了液晶晶 他們賣的這個蛋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這裡面驗出了 不可以存在的乃卡巴金 乃卡巴金是什麼 如果你吃下肚的話 對懷孕的孕婦的胎兒有問題 還有如果普通人 正常人的話 會影響你的腎臟跟神經系統 有沒有可能跟這些毒蛋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乃卡巴金是不能夠存在的 其實更可怕的是 我剛剛講了7月被查到 查到之後 因為衛生單位就覺得 這個蛋因為它有一個履歷的證明 所以就讓業者要求他們改善 你覺得業者會改善 不會 業者拿回去改了標籤 改了生產地的名稱 照樣上架去賣 這就是最可惡的地方 業者沒良心 我們政府是瞎了眼了嗎 好 最近就有媒體去問了 這個業者叫蘇文元 他就承認了 他說對 為了減少銷毀的損失 我們剛剛講了 他要避免損失 所以他會配合超商做促銷 所以的確他說7月的時候 是有檢驗出來 我們剛剛講的 乃卡巴金殘藥的部分 他說這個蛋品 你看 他說有回收了 他又把它改標了 再重新上市販售 他這樣子的動作 他居然還承認 他承認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我要更生氣的是 他把這些改標 重新換裝上市是誰容許的 不就是我們的衛生單位嗎 結果你看嘉義政府就說 對 7月我們就有查出來了 但是因為這個涉案的蛋品 有著我剛剛講的 產銷履歷認證 衛生單位說因為有這個認證 所以他們展開輔導 就讓他赴驗通過平和 怎麼回事 嘉義政府說通過平和 可是人家業者已經承認說 沒有 我其實就把那個問題 一旦拿回來改標 我又重新上市 我們吃的就是毒彈 產銷認證的居然就等於 有這樣的權力可以去做 重新再上架 立剛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抨擊的 業者沒有良心 真的很可惡 可是政府 你有替我們食安把關嗎 從嘉義縣政府 走到彰化的洞檢所 都說有 檢驗報告 覆驗什麼什麼 各位 我只要知道說 我吃到了這個毒彈 經過你們的層層把關 你們根本只在乎公文的流程 你們根本沒有替我們的食安 進行把關 所以我要說 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就說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食安風暴 是誰觸神的 除了業者之外 我們的政府是怎麼回事 睡著了嗎 看來在台灣 這食不安全的問題 從以前到現在仍然沒有平息 可是說到我們的台灣 天空當中不安全的問題 可就在那9月19號 真實的發生了 F-16緊急的升空了 有不明的飛行器 闖進了我們的空域 美國一個18歲的少年 叫做安德魯斯 他之前居然挑戰個人開飛機 環繞世界一周的壯舉 18歲 對 結果沒有想到 他居然在自己的IG上面 就講到說 他那時候一度飛到台灣上空 被F-16戰機給攔截 後來空軍他們自己也出來講說 有在9月19號那一天 因為雷達一掃 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裡面 確實出現一個不明的光點 結果一升空一看到的時候 怎麼是一台輕型的飛機 後來就研判講說 很有可能是因為天候狀況不好 可能本來迷航 才把它導引 讓他就飛到他正確的方向去 結果這個 我們就講到安德魯斯 他就在自己的IG上面 就放上這樣的一個照片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照片裡面 這是他飛機的機翼 但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山脈 這是我們的中央山脈 直接的照片就PO上去 大家才發現到說 天啊 他原來飛行的時候 又經過台灣 可是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就引起有些人討論 第一個 這個年輕人這麼幾歲 18歲而已 你知道嗎 18歲可以開著飛機 環遊全世界 說真的 在台灣的年輕人 18歲 有些人很多在騎摩車 還只能剛考駕照 只能跟你考個汽車駕照 頂多說去練這個什麼清航機 根本也沒辦法跨越洋飛行 結果沒有想到他居然 人家美國聯邦航空法規 17歲的時候 你只要經過合格的訓練 就可以申請你這個所謂的PPA 就是我們講個人飛行的執照 可以從事飛行 17歲就可以單飛了 這個是不是就差很多 第二個大家就發現到說 他這一次真的是很厲害 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整個規劃的過程當中 我們以前看過一個電影 叫做環遊世界80天對不對 他居然只花了76天的時間 一個人架著這樣一個小飛機 就這樣飛過了很多國家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原來這個路線圖 他本來是從哪裡 你知道美國路易西安那州 這個地方起飛 然後飛飛飛 從這個地方到了法國的巴黎 他橫越大西洋了 再到希臘 再到沙烏地阿拉伯 然後到菲律賓的蘇比克灣 原來規劃的路徑是這樣 從這裡要到沖繩去 再從沖繩這個地方飛越 回到美國去 他從菲律賓蘇比克灣 本來要往沖繩這裡方 沒想到稍微偏了航道 就進到了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雖然沒有侵入到領空 可是因為他進入到了 航空識別區 所以我們F-16 在當時緊急升空之後 在這個地方跟他稍微接觸 可是我告訴你 飛行的過程當中 他有遇到很多奇怪的問題 要越洋 他又不能在空中加油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要必須 把他這個油量的部分 把它載到族 結果沒有想到 他有遇到一個難關 那時候在沙烏地阿拉伯 你知道 他居然飛上去之後 立刻就遇到了沙塵暴 天空中遇沙塵暴 那危險 你看過那個電影吧 沙塵暴那個整個 突天蓋地而來 你知道你本來是看得到東西的 突然就在畫面上面 只有看到 就像一堵山壁 你那飛到裡面去 你覺得你有辦法辨別方向嗎 這時候如果你不看你的儀表 我跟你講很多人 其實都會空間迷向 他就這樣子困在那個地方 前進也不是 你沒辦法後退 他也不敢東轉西轉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方向是 他說他只能原地在那裡 據說他當時還在空中 大概繞了好幾個小時 才擺脫這樣的一個困境 結果後來想說 沙塵暴這件事情都能遇過 應該不會再遇到什麼奇怪的事 結果沒有想到 他就飛到這個地方去 就是菲律賓的蘇比克灣 原來他的規劃是這樣 在這邊就停留兩個晚上 稍微休息一下 沒有想到他就遇到了 這個燕子颱風跟山竹颱風 在那裡遇到颱風了 這一高高的停留超過10天 他就想說天啊 以前在美國有聽過什麼颶風 沒想到颱風這麼可怕 五湖威力比他大得多 居然讓他行程給嚴誤了 後來才飛的時候 就遇到了跑到台灣領空的差距 所以我們就講飛行員飛在空中 說實話 很多人都覺得說 飛行員真的很厲害 在那麼狹小的空間裡面 尤其如果是開戰鬥機 這怎麼辦 你記不記得當時F-35A 那時候跑到巴黎 去做航空展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天啊 這個飛機好厲害 可是你知道 他可是從美國飛到那 飛這麼遠 從美國飛過去 最早要10個小時的航程 我們一般講說坐飛機 坐飛機你講實話 坐客機你還可以走路起來 然後起來走一走踢踢腳 對不對 戰機沒辦法 戰機不行 第一個飛行員體力 他總要吃東西 所以你說吃東西 這個東西好解決 你就這個包包裡面 或哪邊塞個零食 這個都可以 但是人吃五穀雜糧 總有內疾的時候 這上洗手間怎麼辦 我跟你講 你水還是要喝 結果這個飛行員他就講 他說沒辦法 真的你上廁所 我沒有地方去廁所尿尿 所以他只好什麼 接上特殊的裝置 他們有一個管子 直接這樣子 把你的尿液排出來之後 就接到了一個袋子裡面去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特殊的裝置 就是手上那個裝置 這個東西你的尿液進到裡面去 它會幫你做成結晶狀 也就是說會變結晶狀 不然你不做結晶狀 難怪有水 你如果沒接好 說不是滿個座艙 全部都是你的尿液 後來還發現到 其實美國在2008年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先進航程 這個延長的計畫 那時候就已經研發出一個設備 就有一個管狀的東西 其實會接到飛行員 所著的貼身的衣服這個地方 可是在腰間的時候 有一個人工的磅補 這個磅補會自動產生吸力 也就是說當你有尿液的時候 它會把你的尿液 透過磅補的方式吸出來 直接吸出來 直接電動吸出來之後 然後收集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不會讓你的飛行員 在飛行過程當中 因為要上廁所這件事 導致你無法飛行 沒想到這樣的長程飛行當中 居然有這樣的困難存在 可是一個18歲的少年 他能夠這樣子 70幾天就這樣子飛越了全球 這還真是一個有勇氣的事情 可是我們說到 這飛越全球之外 國與國之間的這個鬥爭 居然不是在自己的鄰近的國內 而是跑到了遠渡從洋 到了印度洋那個地方 哪個國家 大陸跟日本 是 立剛 最近斯里蘭卡海軍官網 他公布一個訊息 就說大陸解放軍的海洋島 潛艇救援艦 他就進行了四天訪問之後 離開了可倫坡 這是很頻繁的一個報導而已 是 就一則新聞 一艘船離開了 但是問題是你知道 海洋島進去之前 是誰離開嗎 誰離開 當時是日本智慧隊的 加賀號還有電號的護衛艦 這兩艦 這兩艦 對 他們也到了可倫坡 進行了五天的訪問 他到可倫坡這邊 單獨只是訪問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 你知道在這之前 他本來是跟印度這邊 先進行了九天的聯合演習 他跟印度先進行演習了 是 你大老遠從日本 跑到印度洋來跟印度 進行演習 這會不會有點怪怪 可是直升機航母 是 你到底要做什麼 實際上據說他們五年前 就已經曾經演習過一次 而且這一則訊息 還是日本官方透露出來的 是 這是告訴大家什麼 日本正在加強 跟印度之間的合作 然後他們甚至預計 接下來還要再進行演習 而且這一次的演習 居然是陸上演習 陸上演習 是 他們準備就是什麼 在印度的北方 這個叢林的地帶 就進行一些 關於叢林裡頭的 反恐訓練演習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印度的北方 那豈不是跟大陸 快要交界之初了 你來做這個演習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他們的講法很有趣 他說因為2020 我們要東京奧運 所以我們要演練一些 反恐的這些設施 但你在虎誰 如果要反恐 你在日本自己本土反恐 你日本自己本土 你哪來的叢林 日本根本就沒叢林 你尾度那麼高的地方 你要去做一個叢林的演練 那你是針對誰 你不是針對大陸 還真的想不出來 你到底要針對誰 所以這看起來 日本最近動作真的是平平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前兩天才講過 日本不是才剛在菲律賓進行的 他們首次有裝甲車 在海外的別國領土上面 進行一個所謂的 獨立作戰的這樣一個演習 然後更早之前在9月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當時他們自己都講 他們在南海這個地方 進行了秘密的反潛演練 當時不是派出他們的潛艦 然後還有他們的 包括加賀號 電號 這些全部護衛艦全部都過去 目標是針對什麼 他們自己都明講 目標就是針對 中國的核動力潛艦 核動力潛艦 他們就是要想辦法 當中國的核動力潛艦出來的時候 我要把你封鎖在南海這個區域 所以也就是說 讓你不能夠出來 我派了加賀號 我派了護衛艦 我甚至派了蒼龍級的潛艦 我在南海這個地方 我就要圍堵你 從三亞出來的潛艇 日本為什麼連續這麼多動作 你看這兩三個月動作評評 目的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要保持一個 最重要的生命線 什麼生命線 也就是穿過這一帶 一路過來 一直到中東這一帶 它的石油的生命線 這是日本最重要的命關 如果大陸在南海這個地方 佔有一席之地的時候 你所有的船要經過去 就得留下買入錢了 所以對日本來講 以後它就會受制於人 這是它絕對無法接受的事情 但講到中東 中東來了 我跟你講中東這個地方 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產地之一 可是問題是 它的戰亂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有一個國家 夜門 夜門最近一直處於戰亂之中 像蘇地阿拉伯的聯軍 一直在跟他們的胡塞民兵 之間互相交戰 然後造成數千民平民的死傷 可是你知道嗎 有一個行業 在這個時候又悄悄興起 行業 難不成是賣軍火的行業嗎 不是賣軍火 不是賣軍火 賣刀 那個戰場上需要用刀 是 我跟你講 這個夜門雙刃彎刀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現在大發力士 因為他們居然採取 跟我們的金門一樣的做法 當年我們的金門的菜刀 很出名對不對 因為是用巴拉山炮戰 那個炮彈來做 因為那炮彈的鋼 拿來做成菜刀了 夜門彎刀現在還敢流行 他們也是用炮彈 來做他們的夜門彎刀 所以這一把一把放在這邊的刀 居然都是用炮彈做出來的 因為很簡單 他們以前需要鋼材 鋼材你從國外進口很貴 可是現在剛好現成了 你每天就這麼多炮彈 哒哒哒哒打過來 我就直接拿你來做夜門彎刀了 夜門彎刀在當地 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你一個男人成年儀式的時候 你都有一把這個彎刀 他的等級就看你後面配的是什麼 如果一般木比 可能就比較不值錢 如果你是用牛角的 身分地位就比較高了 更貴的有用犀牛角 用象牙的 當然等級就更高 甚至據說 一般大概100到150塊美金 這一把彎刀 有的那種有紀念價值 或特殊身分地位 一把可能要幾十萬美金 非常貴 這麼昂貴 是 但是你知道他成本多低嗎 因為他們現在用這種 都是用砲彈做來的鋼材 一公斤據說才一塊美金左右 一公斤才一塊美金 是 所以他們那兩成本非常便宜 然後他做好之後價格又很高 可是你去問這個工匠 他會告訴你 其實從他父親那一輩 他們已經做了40年以上 做40年以上 為什麼 因為這40年來 夜門幾乎每隔一段時間 就處於戰亂之中 所以不斷的都有這種戰爭打過來 所以你意思說 那原料是源源不絕的 原料源源不絕 不像我們金門823炮戰以後 現在大概都沒那些炮彈的 沒有鋼材 但是他們這邊一直不於匮乏 一直有這些炮彈不斷的打過來 所以你到底應該說 這個行業大發力士 還是整個國家的一個悲哀 沒有想到一個戰亂的國度當中 這個居然可以從戰亂當中 有那身材之道 可是這是悲還是信呢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美國的東岸 最害怕的就是颶風的侵襲了 可是到了今天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 現在有一個四級颶風 即將要進入佛羅里達州了 這麼一進去 美國人緊張了 是 立剛 這個颶風叫麥克 麥克現在正在接近美國當中 你看越來越接近了 其實看起來非常恐怖 他在今天晚上就即將登陸了 是 他今天晚上就要登陸了 他本來一開始本來是個 一級颶風 現在已經發展到四級颶風了 四級颶風已經快要接近上限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時速據說 他最大風速達到209公里 這麼強的風速 非常強大一個風速 而且估計 他可能會引起12尺高的暴潮 這麼高的暴潮 是 12尺高的暴潮 其實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看 這是他告訴你 這是 你看 這才三尺而已 對 三尺 這才四分之一而已 再來 你看 這已經到他肩膀左右的高度了 然後如果繼續再上來 不得了 你超過他的頭了 一個人已經被淹掉了 是 一個人已經被淹掉 那個水過來 你完全沒有辦法抵擋 這已經是到他6尺 7尺的高度了 是 這才6尺左右的高度 那再上來 不得了 這個更高 是 這才9尺 這就已經是9尺的暴潮了 是 那已經 你不要說人了 所有全世界最高的人 也直接被他淹掉了 可是你剛剛說到 可能會有12尺的暴潮出現 還要比這個還要高的暴潮 你看大部分的房屋全部都被淹沒 一層樓的房子 全部都在水底下了 所以這真的非常可怕的狀況 因為如果出現這樣狀況的話 其實川普恐怕真的要頭大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很可能會影響到 全美國四分之一的石油產能 什麼 全美四分之一的石油產能 會在這次的整個颶風影響當中 遭到變化嗎 我跟你講 其實已經開始影響了 為什麼 因為包括英國石油公司 跟Axel美孚石油公司 他們現在已經把在這附近 10個專油平台的 這些平台上的工作人員 全部撤走 因為太危險了 他們認為說 你暴風一來 颶風一來 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損失 所以人員都要先撤出來 可是人員一撤走 這個專油平台 就根本沒有辦法 供給石油的產能了 完全就沒有產能了 所以就暫時停擺了 但是問題接下來還有什麼 接下來你看接近內陸的時候 直接練油場 可能全部都要停擺 那一停擺就完蛋了 可能就是一下最起碼 造成19%甚至25%以上的 石油危機損失 而且這不是隨便估計的 為什麼 因為去年就曾經發生過 同樣類似的事情 去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去年有2017年的時候 一個叫哈威颶風 哈威颶風當時來的時候 就造成了同樣的產劇 因為它創造了所謂的 1000年難得來一次的 高級 超大雨量 你有沒有看到 這馬路上面的車子 都已經沒有車 而變成是船在行走 因為它居然在這個地方 下了508公里的雨 你要知道它一年本來的雨量 在沐西郭灣這個地方 一年雨量才630 630 我短短一天時間 就下了508公里 所以整個地方全部被淹沒 完全就沒有辦法運作 所有交通全部中斷 當然他們當地的煉油廠 這些煉油設施也全部都停擺 你要知道它隨便一個煉油廠 裡頭有7000人 7000名員工 煉油廠整個廠房裡面 全部都泡在那水裡面了 所以光是這個煉油廠 你就58萬多桶的原油 就全部沒有辦法輸出了 但沒有辦法輸出 我們昨天才來講 你會影響到最近俄羅斯 才說要增產10萬桶 沙特阿羅斯增產5萬桶 這樣才15萬桶 它一天就損失58萬桶 你想想看這多可怕的數字 其實去年就因為這樣 導致全球油價上漲 因為就是一個巨風的關係 光一個哈威颶風通過 就變成這樣的場景了 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狀況 而且更糟的就是 這個煉油廠被水淹過之後 你不是說等水退了 我就重新開 不是 因為重點淹過去的是海水 對 你可能有管路被腐蝕 你可能有哪些急需你損壞 所以你整個要重新再檢測一次 那不知道拖多久的時間 所以這對美國來講 是損失非常巨大的一次 造成它當時 至少19%到20%的產能全部中斷 影響的層面這麼大 是 我跟你講 更誇張的就是 因為颶風來的時候 當時所有的貨櫃船 全部都出不去 28艘貨櫃船出不去 所以1800萬桶的石油 就完全停在那邊 完全動都動不了 所以等於有油 可是油卻送不出去 沒辦法到消費者車子裡面 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個狀況 其實美國當時 還被迫輸出戰略儲備原油 就是為了要應急 因為你一下原油減產太多 會造成經濟上 不可逆轉的一個損失 問題是 這一次他們為什麼這麼害怕 除了路徑第一個非常相同 第二個又是清洗 墨西哥灣這個地方 更重要的就是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們現在經過這塊地方 剛好墨西哥灣普遍的溫度 海溫又在30度以上 然後剛好有利麥克爾颱風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條路徑 你看到沒有 他走的這條路徑 都在一個高海溫區 而到了今天晚上的時候 逐漸的要進入 佛洛里拉州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海溫 也都是屬於在30度的海溫 是 那他一路吸了這個高海溫 那會造成什麼結果 他可能又是跟去年的 一樣 哈威一樣 他飽含了雨水 他飽含雨水在下海的時候 又造成一個暴雨的狀況 整個又全部淹沒 因為他可以快速的增胖又增強 所以在進入陸地之前 已經達到4級颱風了 但美國可能要再一次 面對到煉油界難以彌補的損失 所以對美國來講 現在正是嚴正以待的時刻 我們看著美國地區 現在這個時候 麥克爾颱風即將要進入之時 沒想到對全球的油的價錢來說 會遭受到這麼嚴重的影響 但真正產油大的地區在哪 可就在那沙烏地阿阿博了 可是沙烏地阿阿博那邊 也只有沙漠 不過現在這個時候 沙烏地阿阿摩它可是要受到 一個Cyclone 也就是旋風的影響 沒想到在印度洋這個地方 也有類似像颶風的旋風產生了 對 中東是不是又要出現 千島湖了 沒想到有這個沙漠颱風 對轉阿阿博半島而來 來 這個事情的話 連NASA都覺得很好奇 拍了個照片 來 我們大家看一下 麥克爾你看到這個照片 這什麼東西 這在拍什麼東西 怎麼看不懂 看起來好像是沙丘 然後下面又好像是積水的樣子 對不對 麥克爾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淹水的沙漠 這是淹水的沙漠 淹水的沙漠 沙漠怎麼可能會淹水 看起來上面湖泊大大小小 星羅旗部 告訴你這個是沙漠 你相信嗎 這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這事情沒有多久 就今年5月而已 這個氣旋就過去 而且過去在阿曼的 撒拉拉地區登陸了之後 大家知道嗎 它在一天24小時之內 下了兩年的雨 兩年的年雨量 然後就全部下去 一次就兩年的雨量下下去 嚇死人 所以你看這個水下到沙地 以後沙地是會吸水的 把水吸下去之後還不夠 還淹起來 淹成像這一種千島湖的模樣 代表說這世界真的是反了 而且其實大家更擔心 更擔心說這種熱災氣旋 如果頻繁出現的話 整個沙漠遍布的阿拉伯半島 會不會整個變成綠洲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你說5月才難得來一次而已 對不對 現在又有氣旋要產生 又有氣旋要出現 對 而且在那邊的話 它已經被命名了 就是這個氣旋性的風暴 叫做魯班 在這邊已經要形成了 而且看起來 好像這個越來規模越來越大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就像是立剛 你平常在跟我們爆氣上的時候 系統神成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而且它看來 可能應該是今年第二個 會登入阿曼地區的 可是不對 照理說這個地方 是不可能會有這種系統進入的 怎麼會出現這種事情 而且我們剛剛說不可能 它還是出現對不對 而且其實為什麼我們說頻繁 立剛你剛剛講到 有些地方根本不可能出現 來 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 例如說阿拉伯海這邊的雅丁灣 從來沒有系統在這邊生成過 就表示不會有東西 在這邊被命名 對不對 結果今年5月 還有 它被命名了 它被叫做氣旋撒迦 而且這個撒迦一過去之後 在那邊也是一樣 他們可能沒有遇過這樣的現象 所以其實從這個狀況來看 沒想到也就出現了一些災情 對他們來說 當然你如果說比較輕鬆的角度來講 看起來好像很輕鬆的模樣 很有趣 你看沙漠地區誰知道會淹水 誰知道會有風暴 你說這個地方是沙漠 對 不是只有在剛剛講的 真正的黃沙果果的沙漠 水把車都給淹掉了 連他們平常住的地方 我猜他們大概一輩子 沒有看過突然來這麼多水 怎麼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什麼事情 真的都是會發生 而且大家其實還是會很好奇 立剛我們剛剛不是說 在雅丁灣這邊第一次 史上第一次的撒迦就來了對不對 而且來了 大家知道嗎 一樣是五月來 來了不到十天 來了誰 來了我們剛剛講的梅庫魯 梅庫魯的話 我們剛剛不是才說嗎 他在阿曼的撒拉拉地區 是不是下了兩年的雨量對不對 立剛你知道嗎 他在那附近一個叫做 盧捕哈利的沙漠 下了九年的雨量 一個沙漠下了九年的雨量 下了九年的雨量 瞬接下了九年的雨量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而且大家你看 這個看起來名副其實的 就是我們這邊熟悉的颱風 颶風 或是風暴 氣旋 你有沒有看見 你看風這麼大 而且又淹水了 這個畫面看起來 其實非常可怕 所以我們剛剛還開玩笑講 他會不會變綠洲 還有人擔心 什麼綠洲而已 會不會對他們來說 我們前一陣子 在我們亞洲這邊的山竹燕子 是不是他們接下來都會遇到 看起來真的是越來越可怕 而且我們剛剛不是講 連NASA都掉一顆衛星 來看這個事情 怎麼會九年的雨量就下下來 後面上大家有沒有看見 你不要說是淹水而已 怎麼會有水這樣子 變成一個瀑布 這是瀑布 他們那邊淹水 就已經很難得一見 竟然見到瀑布 這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梅庫乌的氣旋 結果氣旋來的時候 沒想到水就多到這一種 看起來就像是瀑布這樣 洪水瀑布傾瀉而下 大家根本就是聞所未聞 見所未見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再回到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盧浦哈利沙漠 不是說他下了九年的年雨量嗎 但是我們講到沙漠 我們想要什麼動物 沙漠之舟 駱駝 對 立剛 舟是什麼意思 結果沒想到他們的駱駝 竟然變成舟了 真的泡在水裡 你說駱駝在水裡 不可能 對他們來說一定覺得 天啊 駱駝大概沒辦法體會 有看到嗎 沙漠之舟 有看到嗎 你看那駱駝 怎麼居然在水裡面游泳 他們可能沒有 不知道原來自己天真會游泳 會涉水 跟他療水是不是 一定是嚇著半死 講到這邊會不會有人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講說它是個災難 可是如果連沙漠這麼乾旱的地方 雨量都變得這麼樣的豐沛 慢慢變成綠地 那不是很好嗎 適合我們人生存 我要跟大家報告 地球是一個整個動態平衡的過程 它穩定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現在莫名其妙的把它擾動 它最後是在回歸平衡沒有錯 問題是在它得到新的平衡之前 有多少的災難 有多少的人民要損失 這個是我們承擔不起的 我們看著現在的地球表面上 你可以看到一些 這個異常的氣候變化 正在這進行當中 人要在這地方生存 看來真的是不太容易了 但是我們看到一些歷史的文化 在戰亂當中編配流離 這些東西可能流落到了國外去 你要拿回來更不容易了 不過美國最近有一個東西 可能要歸還給大陸了 那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被稱之為叫做褚伯書 事實上它是在距今2300年前 差不多在戰國時期的褚國 他們所留下的一本書 這裡面記載就福西市 跟女娲裡面的一些的故事 也被人家講說跟占卜這些有關 但問題是這本書居然流傳 轉轉 就這樣到了美國去 現在在華盛頓廣場 旁邊一個地下的儲藏室 被放在那裡 而且你看這一段時間裡面 一直在交涉 大家就希望講說 這個東西如果屬於 確定是大陸的話 這個既然有文物的歷史價值 希望你能夠把這本書拿回來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它也被稱之為叫做 中國版的叫做死海苦捲 也就是說裡面記載了很多 大家對於當時的這個世界 是有些可以考證的一個歷史意義 但問題是這本書怎麼會轉轉流傳 就是跑到美國去 在1942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群土夫子 他們那時候就趁著在長沙 因為這個地方在長沙你知道 他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有那個長沙會戰 結果他們就趁著那個會戰 跟會戰的中間 就說我們來清理戰場 來開始挖東西 那時候講好聽一點 是說要保存文物 其實他們挖到這一堆寶物什麼的 其實都就是直接盜墓 就直接拿走了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被他們盜出來之後 輾轉了就被一個叫做 蔡继香的人這個人給拿走 人家就要抓他 甚至還講說日軍要去欺負 他的這個妻子跟女兒 導致他的妻女 因此而自殺你知道嗎 蔡继香當時一想說 上海這個地方我不能再待了 不能待了之後 他就趕快跑回去 跑回去長沙 結果就因為長沙跟這些土夫子 有了這個接觸之後 我跟你講這本書 就倒了他的手上去 可是蔡继香那時候 拿到這個手上的時候 他也覺得說這個書在這裡 如果被人家知道的話 我也麻煩 這時候遇到了一個美國人 叫做柯強 可是蔡继香他的妻女 就這樣子輕生 會不會是因為他也拿到了 這個儲博書的狀況 而遭到了一個詛咒的形式 所以我把後面再講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好像跟這個儲博書 有接觸過的前後 都會出現一些這個問題 所以蔡继香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不對 後來我剛剛就講說 他那時候覺得說 這個儲博書在手上 我是不是也把他拖的時候 就遇到了柯強這個人 柯強他是幹嘛 他是研究一個漢學的一個學者 但是講好聽一點 是說他是研究漢學學者 其實說實話 他們那時候都是在 大陸這邊 只要有看到好東西 看到穀物 他就把它割掉了 整些就拿去 就轉賣什麼…的 可以說從中獲利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你知道嗎 結果當時柯強他那時候 他就想說他既然是學者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的東西 可是我告訴你 他真正的做法是什麼 他在裡面就是收集資料 等於是在幫人家做間諜 那時候他知道蔡继香 有這個好東西的時候 他就想到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先帶來給我看看好了 一開始說先帶來給我看看 結果那時候蔡继香說 你如果有想要買的話 我就真的給你 他說可是我給你看 有怪怪 不然這樣 你來照相 有沒有照相機 你就拍一下 把那個照片給拍下來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結果沒有想要柯強就騙他 你看蔡继香你看他第一個 他第一個倒楣是說 他拿到儲博書之前 妻女都親生了 第二個倒楣的是 柯強跟他講說 我照相機壞掉 不然你真的拿來給我看 蔡继香想說好吧 我就拿去給你看 你知道柯強就使了壞心機 你儲博書拿到我手上 我怎麼可能還給你 就這樣子就把他給弄走了 後來追查說 他就透過一個叫做 蘇爾特斯的人 轉轉拿到美國去 他早人帶到美國了 我跟你講這個也是一個情報人員 其實也是在做間諜 這個東西後來再轉手 就到了這個所謂 塞克勒的醫生這裡 塞克勒醫生其實他蒐集了很多 跟中國古文物有關的東西 而且他自己還弄了一個博物館 因為他有錢 所以他花錢把儲博書給買走 對 可是買走之後 你知道那時候他一度 他就想說這個東西 其實是想說 他覺得對大陸來講 也是很重要的文物 所以他那時候跟 中國科學研究院的郭墨洛 他有聯絡你知道 我告訴你 你剛剛講到說 是不是拿到儲博書之後 就感覺上會有一些 不幸的事情發生 那時候其實塞克勒 跟郭墨洛這邊 都已經聯繫好講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要不要這個擇旗 如果大家都確認好了 條件談好 你這本書 儲博書 你帶回去大陸 他用郭墨洛帶回去 對 結果沒有想到 郭墨洛的祕書 他那時候還跟塞克勒講說 我跟你說 郭墨洛 郭先生究竟身體不是很好 不然等到好一點的時候 再來談這件事 結果沒有想到郭墨洛 後來居然就一併不起 他就辭世離開人間 他是不是也碰到儲博書 所以才一到一到 這個我們無從可考 可是你看兩個人 就遇到這些事情 那也因為郭墨洛後來 因為他上辭世之後 塞克勒就沒有辦法 完成這樣一個線 這個書就一直流流流 流到了現在 所以現在很多的 大陸這邊學者 一直希望透過交涉的方式 讓這本書能夠回到 這個大陸裡面去 沒想到儲博書到了誰手上 誰就會出事 現在這個時候 有辦法回到大陸嗎 得看後面怎麼交涉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到了泰國 這個地方是個旅遊勝地 許多的觀光客都會前往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有個東西在跳 有人說那東西 你真的別靠近 聽說以前大陸有湘西感濕 但是有人竟然在泰國也看見了 不過不是一群 而是只有一個 為什麼你會這樣講 因為他其實在那邊 好像有長頭髮 白的身體 然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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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大家一邊看一邊 會不會想要暫時停止呼吸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而且有沒有發現 他很怪 他可能怕人還是怕光 然後就跳走了 到底是一腳跳還是兩腳跳 我們看不懂 可是他在跳 當然有人說這是假的 因為你車子的燈那麼亮照下去 什麼都被你照成白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像 他好像真的是白色的 你有沒有看到黑色的長髮 是 白色的衣服 所以其實非常可怕 那問題又來了 你怎麼被照以後 那你就快跑 或者是停下來問人家幹嘛去好了 而且他的頭髮看起來 好像快要到這個腰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 頭髮的長度 而且跟景象 當然對泰國當地人來說 他們就說這可能是他們那邊 一個叫做飛空扣 一種會跳的吸血殭屍 真的是殭屍 好恐怖 感覺上 還是暫時停止呼吸 看會不會能夠保住自己的安全 可是剛剛他畢竟是在野外跳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奇怪的東西 跳到房子裡 那就嚇死人 慌張我們看到的是 看起來也光天畫日的感覺 大家仔細看 圈起來了一個柱子 有沒有看見 有一個影子就這樣從門 走進家裡去了 你會覺得奇怪 這個淡淡的影子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像一團黑煙 好像是飄的 又好像是走的 反正就這樣走到房子裡面去 這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詭異 這個可能冷汗直流 好啦 但是我們說看起來很恐怖 可是畢竟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接下來畫面更可怕 來 大家仔細看 你就會發現這個人 看起來在這個小船上面 有沒有人看見哪裡 很奇怪 他在山北山山 是我們水底的倒影是紅色的 有沒有看見 你旁邊的話水面沒有什麼波紋 結果人就掉下來了 而且他已經在岸邊 你看他不斷的掙扎 不斷的掙扎 不斷的掙扎 怎麼就沒辦法上得了岸 船飄走了 對 你手不是扶一下岸 就已經起來了嗎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難不成你剛剛其實 站在水面上的時候 水面下面倒影出來的 紅衣女郎就把你扯下去 而且他一直動 大家仔細看 因為旁邊的人聽到聲音 把他拿下來 結果大家有沒有看見 水很淺 有沒有看見 這個人這樣站著而已 就把他拉上來 然後把他往上拖 所以大家就會很好奇 你剛剛那個水底的紅衣是什麼 難道在泰國的水裡面 也有我們這邊的紅衣小女孩嗎 看到這些影片 出現這樣的畫面的時候 不禁讓你感到恐懼 有時候在河邊還真要留意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騎單車 當然就在那公路上 可是單車在滑水道裡面 你覺得要怎麼騎 有一種單車被稱之為叫BMX 就是特技的單車 你像畫面上面所看到 一般騎單車 你說在山路上面 在什麼挑戰的都有 但問題是你現在看到 他居然在滑水道上面騎 這是不能騎 滑水道理論上來講 不是人在上面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上面非常的 有很多的水 而且那個波度也都非常非常的懂 挪威的特技車手 他居然想說我就來上面挑戰 而且他不是只有好好的騎而已 你有沒有看到 在杜拜那邊 他居然這樣子還可以翻滾上來 然後光這樣子轉 就這樣弄出了一個 他自己獨特的這樣一個騎法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居然到管路裡面去 而且還順著這個管路 騎到管壁上面去 可是萬一你不小心轉了 萬一你搞不好會飛了出去 所以我們就跟大家講 這個特技車手 其實他因為練習過很多次 而且他還挑戰過 連在水壩上面他都騎過 結果沒想到 他這一次挑戰的時候 很多人都騎過